被英国媒体赞美为一生必看的文物之一的贝宁女王头 今天起跨海来台展出 展览的文物包括了非洲、南美洲等三大洲 总共290件 穿越千年的古文明宝藏 肯定会让人大开眼见 隆重的开箱仪式让在场人士摒弃名神 这座雕刻精致的女王头 来自于有着古老文明的贝宁王朝 整座由青铜打造大有来头 非洲被女王头 被英国媒体誉为人类必看的古文明展体之一 这一次居然在台湾 那他有机会还不敢来看一下 以往在台展出的文物宝账子来自于单一地区或国家 但这一回从非洲到南美 遍及中东和埃及 还有现出于英美博物馆的展建 共290个稀有的古代文物 首度一同亮相 价值超过了47亿台币 到埃及的木乃伊 其实台美洲木乃伊非常非常特殊 然后呢 这一次展出两具木乃伊 又更特殊 其中有一具木乃伊 被外国的考古学家在媒体上誉为 它的皮肤隐藏着 改写世界历史的秘密 展览无物历经1850年到1950年间 为主人守护林木的银头师 述说埃及法老历史的浮雕 还有各式令人叹为官职的殉葬文物 主办单位在400多坪的展间 重现当年的情景 要用参观者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探险之旅 中天新闻台北总和报道